在刚才也特别跑到特征组去放鞭炮 表示大快人心 连线记者邱昀如 带我们来关心昀如 在特征组这边的情况呢 就是每天呢 来特征组来抗议陈水扁设备案的爱国同心会成员呢 就在刚刚呢 又来到特征组 不过这回呢 他们是带了鞭炮哦 那么似乎是要来庆祝陈水扁呢 是遭到了收押 来看看现场画面 那么爱国同心会的成员呢 似乎是相当的气愤 那么还制作这个陈水扁的娃娃哦 那么来并且来这个抗议陈水扁设备案哦 那么过呢 他们的动作呢 也是相当的快 在陈水扁遭到积压的时候呢 他们也立刻呢 更改海报上的标语哦 那么他们也向这个特征组的检方呢 来表示敬意哦 那么他们呢 还写了一封这个信哦 要承加到特征组哦 那么要来为特征组的检察官来加油打气 那么只不过呢 这个在今天上午台北地医院呢 裁定了陈水扁挤压禁件之后呢 这个特征组的检察官呢 也纷纷稍作休息哦 不过呢 就在昨天生涯停的时候呢 陈水扁呢 是向法官来表示呢 遭到特征组的拔警推打哦 那么其实整件事情的经过呢 特征组呢 在中午过后呢 也会对外来进行说明 以上呢 是在特征组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况 将时间交换给冯内直播 好 这是我们看到陈水扁呢 遭到了收押禁件 那么爱国同心会呢 跑到撤针组外面去放颠炮啊 甚至表示说真的是大快人心 至于在